把那個上個禮拜拿來修改 所以修改前我建議你就是先把什麼 先把原來的程式 這部分的話呢就是 把它save一下然後再來做修改 所以我這邊的話 也許我這邊把它複製copy一下把它貼上 然後至少備份一下把舊的備份起來 然後再來修改 把它改一下part2好了 然後這邊把它先關一下 假設這個是我要改的 這個是已經改好的 那我就拿這個來改 假設我們剛剛這個是 Request下載東西 那最後看到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子 把它全部下載 不過你會發現最後好像會多一筆 所以記得這邊也要把它減一 所以為什麼減一 最下面它會多一個空白的 所以我們就把最後這個一定要減掉 如果沒有減掉好像就會多一筆 你可以看一下結果 OK 第一個 但是現在沒有把它存起來 其實沒有存起來等於 只是看到而已 那所以要怎麼樣把它存起來 應該存在哪裡 其實存在檔案好像是不好管理 所以存在database比較OK 那要怎麼樣把它從那個 這個 網路上撈到 放到資料庫裡面 也許你可以第一個 可以參考那個上個禮拜那個member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member來改 這個 放到 這個member裡面 然後 不過 我們盡量還是更簡單一些 所以你會發現 從inport cify3 這些都要 一直到建立table這邊 讀取的上面這一些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request下面這裡 切到第2行 貼上 那不過 我一樣是把它放上那個 這個好了 Cursor 0 你可以改個名稱 沒關係 然後再來 create table table名稱的話呢我們叫puck好了 puck OK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會有四個欄位 那四個欄位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經過sprecher之後啦 雖然這邊看到是integer 這邊看到是double 這個是tester 可是因為sprecher之後它就是文字 那你乾脆四個文字算了 所以 乾脆我們先 先做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那欄位名稱要叫什麼 我就把它想像成issale好了 乾脆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A欄 這個叫b欄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反正呢 你就把它想像成issale好了 不然我覺得 你要去想那個名稱太麻煩了 所以有時候我都用懶人方法 反正我要先怎樣 先求可以塞進去 再去修改 對不對 這樣會比較簡單 不然你光改這些東西 改到最後 改不出來 你把它瘋掉了 再來第二個呢 你全部都不要管這些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test就好了 所以呢你 A 空一格 他是test B也是test 因為issale 裡面概念是 你放什麼東西都可以 你放文字也可以 放數字也可以 放日期也可以 那我們也比照半個 所以呢 你把每個 當然我們 後面你可以自己再轉型 所以我們有四個欄位 那我就ABCD好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 OK 好就是 四個欄位 這樣基本上也比較不容易錯 你也暫時先忘記什麼primey key 那是Noor 先忘記沒有 但你之後要改自己再去加 也OK 好 所以我create之後把它建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 建立的table 一個part的table 再下載資料 下載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我要把它塞進去 那怎麼塞進去比較簡單呢 還有印象嗎 其實我們有做了insert into 這個語法 不過光這個insert into 前後要加單引號 很多同學都 做到頭昏了還不正確 真的 真的會很頭痛 所以呢乾脆 你可以用什麼 Excute menu 有沒有我有特別在底下 補充了一個叫什麼 Excute menu 但是Excute menu你必須提供給他一個list 這個list是什麼呢 當你切割完之後 把這個list怎麼樣呢 把它append到 下面這個list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先在上面 先加一個 空白的list 然後呢 再把它append進來 append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list 怎麼樣呢 把它丟給 Excute menu 就完成了 OK應該看懂那個重點吧 所以你只要不要錯的話 基本上要 快速的把資料丟到database 應該就不是困難的 是喔 所以呢我們怎麼改 第一個 我直接 到我們的 縫回圈上面 再增加已經到list 2嘛 所以我就是再加一個list 3好了 那這個3的話 就是 要來做什麼呢 要來 串貼用的 所以 先給他一個什麼呢 中刮弧 然後呢 先給他一個空的一個串列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在下面增加一個什麼 list3 他就append什麼呢 append的那個 我們 切割好的東西 就這個 list2把它放進來 然後 再來 他就一直串 串完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 我直接把它刪掉好了 等到串完之後 我先確認一下 把它print出去 確認這個list 是我要的 那我要的結構 一定是什麼 這個list裡面 又有一個list 所以呢 理論上會有兩層的那個 中刮弧 如果結果是這樣的話 那表示應該正確 這個list 裡面又有一個list 逗點 下一個list 那最後看有沒有資料 有沒有loss 沒有錯 234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list應該是合法的 所以呢我們只要 在底下 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後面的execute menu這邊有沒有 其實這四行 可以當半本 Ctrl C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 貼上之後呢 改幾個地方 insert into改成什麼 改成pac 然後呢問號呢 要幾個 四個嘛對不對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啦 然後呢 再來把list 改成3 你只要按照這樣的方式改 我發現應該最簡單 不用 記太多啊 不然說的 insert into 失敗率 最高了 而且以前我光insert into 剛開始不會這樣寫 可以耗了一整天都要耗這些 而且以前還不知道 execute menu 早期好像ADO裡面沒有這個語法 只有在seqlite 我其他我不確定 ADO有沒有 可以再試試看 然後呢 commit close 輸入成功 那表示我們已經就把資料呢 全部塞進去 所以呢我們試一下 這個print把它關掉 這註解掉 那我 嘿 你說 insert 對 你那不是text嗎 value嗎 不是 那不是text嗎 對啊上面你說欄位名稱 對 值的話 value就是他裡面的資料 資料 對對對 因為呢 他因為也固定式欄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跟他講哪式欄 所以那個value的話你在包什麼 對都包掛 對對就value values就是資料啦 反正他可能是 整數 符點 然後文字 然後可能又是日期 全部包了 OK 那就全部啦 反正你就塞進去 我前面資料型態我用最簡單的啦 反正保證不會錯嘛 這樣應該 要錯的機率太低了嘛 然後execute看看喔 其實 這樣子把它執行過 我看一下 因為其實 要一次成功 真的不太容易 尤其這 insert into 哇這東西其實會弄很久 如果可以一次成功的話 那恭喜 OK 執行看一下 確定 輸入成功 所以其實你看嗎 這樣 簡單 又明瞭 不用那邊踹半天 如果你想要讓他複雜 沒關係 你以後呢 你再去改那個藍位名稱啦 藍位的形態嘛 不過我覺得啦 慢慢我發現 為什麼人家喜歡有Excel 真的Excel 就是簡單 A B C D 不管 反正藍位名稱 我已經幫你取好了 你也不用去那麼 煩惱要想什麼藍位名稱 就是A B C藍 然後裡面放什麼 不管 反正你隨便放 Tesl 通通可以放 只是說你進來的東西 以後你要抓 去 自己再轉型就好了嘛 比如說你再用int 去轉成整數 用double 再去轉成那個 浮點 諸如此類的 那再來就是 把裡面的資料 再調出來看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利用什麼 那個SQLite Browser 裡面 你再去找到我們的那個路徑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 就是我們剛剛新增的那一個 那個資料 然後呢 再把它調出來確定一下 是不是已經 沒有放低疊 低疊底下的這個 Python入境 路徑裡面的話呢 一樣我就會有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然後裡面有一個Cursor01 看一下有沒有我的Puck 有了 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所有資料都進來了 OK那就沒問題了 應該到234 你可以對一下那個 最後的這個資料 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待會也會把那個 我最後做完的這個Source 這個程式 也會 把它貼到 那個雲端上 因為我好像之前我記得是 這個地方好像沒有貼 我只有貼畫面而已 所以我把它貼到這個底下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提供給各位一個簡單的方式 應該夠簡單的方式 可以範本套用一下 以後 你 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CSV也好 或是Json檔 XML 都可以快速的到資料庫 這樣就簡單 只是欄位名稱你要 再去自己改名稱 改形態 如果 名稱 欄位名稱 形態 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 變成你要的資料 好